嗨 大家見過了好嗎 我是李柯太太 歡迎收看多理多知一知問大節目 沒有無用的知識 只有你不知道的事 五感十足是為挑剔的你 而誕生的健康綠建築品牌 感謝五感十足贊助播出 加油 大家盡量的把10萬塊拿回家好不好 抽到第一個答題的王大謙 大家好 我是大謙 我今天就要參考第10題 我今天就要讓你破產 10萬怎麼會 哇 你這個炫富發言 不要挖洞給我跳 我跟你說 我們第一集的博恩也是這樣 Oh my god 然後最後要拿到第10題 下一位參賽者 梁婉妮 我認識行業裡面我覺得最佩服的 超商的電源 你會用收銀機嗎 訓練一下我應該會 電印 電印要自己吧 因為我每次要去電印 他說 疫苗機在那邊 可是你看起來就比較討人厭啦 聽痴痴說你是從台中來的 拿到10萬獎金想做什麼 想要去買手機給爸爸 這麼暖性的答案 我企業想賣母親節禮物給我媽媽 太晚了 不要參考別人的答案 KT是旅遊業負責人 是 我跟你說 我看到你 我就覺得你很有機會贏 你就想到我的親戚 想到誰 曲傑輝先生 他要叫我阿姨 我叫他媽媽姊姊 好 不重要 你衣服只做一件嗎 我衣服只做一件啊 不會想要送給太太嗎 我等一下就脫下來送給太太 沒關係 沒關係 你留著穿就好 天啊 你好不親民喔 沒關係大家不想幫你引印 來看一下遊戲規則是什麼 題目總共有10題 一開箱抽籤結果 一續回答 答錯一次機淘汰 且不會立即公佈解答 將由下一位參賽者 繼續作答同一題 獎金會隨著題目難度提升 獎金採共同累計的方式 作答至最後一題者 可獲得全數累計獎金 看著你們茫然的臉 怎麼辦我連規則都看不懂 我是不是直接退出這節目比較好 第一題答題者黃大謙 準備好了耶 來 我們請看題 到阿拉斯加賞極光什麼季節最佳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我覺得旅遊業者一定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答錯真的不行 你知道極光是什麼吧 就綠綠的嘛 像飛來飛去的東西 在北邊嘛對不對 一定跟什麼 詞集有關係嘛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創作者很快就不見 因為大家都想太多 會放在第一題就是它是最簡單的題目 它根本不用想太多 你說我根本不用去思考什麼 你不用去思考 不用不用 完全跟那個沒有關係 第一題一百塊 來 大謙 一百塊 一百塊我也有 不需要你的好不好 你看著它 D答D答好不好 冬季 確定 我們來看D是不是正確的答案呢 這明明就跟二十三連五度有關 極光後面一定要黑的才看得到嘛 所以就還是跟那個地球軸這樣拼音有關嘛 對不對 你看你怎麼會這樣誤導我 天哪 沒有想要有關係 目前累積獎金一百元 第二題獎金有三百哦 兩萬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看第二題 全世界最多人看的運動是 A 足球 B 籃球 C 棒球 D 曲棍球 我覺得是 N 足球 有在看 沒有 我們來看正不正確 答對了 知名體育部落格Sports Show 曾在2020公布一項統計結果 他們經由賽事轉播的收視率 媒體曝光率以及網路影響力 等多項綜合評分之後 發現足球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 推估球迷大概有35億人 目前總獎金累積到400 第三題 一樣是偏簡單的 我們先來小事伸手一下 培理準備好了嗎 好了 我們請看題 建築物常用食材作為建材 以下哪種食材不適合至於市外 A 大理研 B 花崗研 C 板研 D 石英研 這是簡單的喔 高中是第幾類組 我是讀高職的 我一直都讀觀光 這個人觀光會用到啊對不對 哥德式的建築物外面介紹說 是什麼樣的岩石 對啊用什麼食材好合理喔 A跟B應該不是 應該是C跟D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說 是不是太太 是不是我們已經兩年沒有生意了 還是你要跟她聊聊看 是不是C跟D起裝飾 看著我的眼神 你要再想一下 所以不是C跟D 她的口風很緊耶 我剛本來以為是C C刪掉 旅遊業真的很辛苦 我希望你來這邊 至少可以帶一點錢走 我眼淚要流下來 你讀我的唇 我覺得答案是B 到底是不是B呢 這音樂很妙 好了我們換黃大謙 是不是容易被侵蝕之類的 我記得花蓮有某種石頭 容易被侵蝕成峽谷 但是我忘記那什麼石頭了 好的呦 好的呦 A吧 好我們來看答案是不是A呢 碳酸鈣 是大理鹽主要成分啊 容易受酸魚的侵蝕 所以不適合放在室外 現在就只能請我們的Petty 去隔壁 Petty你有認真讀我的唇 我是想坐在你旁邊啦 對 現在總獎金累積到1000元囉 第四題開始才會有一點點的難度 兩碗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好了 請看題 請問夏列對於三色豆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紅蘿蔔是顴骨雜糧類 B 玉米是蔬菜類 C 青豆人是豆魚蛋肉類 D 青豆人和玉米都是顴骨雜糧類 這個我會耶 最近你會 哈哈哈 各位各位 我 我專讀的是護理系 我這題非常有把握 遊戲結束 我們之前有一個 號稱自己 音樂般的 樂器的題目答錯 我直接選 D 有確定嗎 有 看一下 D是不是正確的答案 太棒了 很多人常誤以為玉米跟青豆人是蔬菜類 事實上這兩者的澱粉量都很高 不小心攝取太多 可是會熱量爆表的 而紅蘿蔔則常被誤會成是根莖類 但其實紅蘿蔔的含水量高 熱量也很低 所以是被歸類在蔬菜裡面的喔 加上第四題的一千元 獎金已經來到兩千囉 大千 加油 答對兩題我已經很滿足了 可以跟你桌扯回去沒有關係 我們可不可以有鬥志一點 第五題 上班族在辦公室工作 到下午經常會昏昏欲睡 夏天哪個動作可以改善此狀況呢 A 開啟空調 B 開啟空氣清淨機 C 開窗戶通風 D 以上皆是 通昏欲睡的原因你覺得是什麼 二氧化淡太多 不是吧 你明明在嘻笑是跟題目有關的嘻笑 不好意思喔 這邊還在錄影喔 他說 應該是要抽煙 出去 應該是 C吧 我們來看C是不是正確答案 哇 我好棒喔 辦公室常常大家不是窗戶都關著 是溺斃的空間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那我開冷氣開空氣清淨機總可以吧 但那只是進化空氣而已 跟有沒有辦法交換 新鮮空氣 減少二氧化淡濃度 增加氧氣濃度是兩回事 這題我原本覺得有一點小小的陷阱 還好我答對了 目前我們累積到4000元了 我壓力好大喔 答對你就可以坐飛機回台中了 太快了太快了 第六題的獎金4000元 請看題 阿嬤的膝蓋常常不適 可能是哪裡肌肉無力 A 臀肌 B 小腿肌 C 海底肌 D 盆底肌 我剛剛說我讀護理系嗎 對啊這感覺是你的 沒有啦沒有啦 我要想一下 我要想一下 還是說Petty 其實你也知道答案 我覺得是B 我剛剛也覺得是B 為什麼要相信一個 一題就走的人 我只有那一題不會 我其他都會 你看一下我在做什麼 你那個動作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你想要幹嘛 我決定我要選A了 決定 對 是不是正確的答案呢 答對了 對了 人年紀大之後 臀部肌肉 需要其他地方肌肉來代償 過了40歲之後 每10年會容易流失8%的肌肉量 我還沒到啦 身上肌肉還是很多 有辦法就多重訓喔 很開心 總獎金終於累積到8000元了 哇 即將進入進階題 黃大謙準備好了 嗯 好了 好我們請看題 請問這幅畫的畫家是誰 A 亨利馬蒂斯 B 楊維梅爾 C 皮耶 奧古斯特 尼洛瓦 D 薩爾瓦多 達利 這題會不會太容易了 你不要低我在那邊 你猜是誰出的 誰啊 應該是某個有藝術涵養的人 應該不會是你 就是我 你是不是Google Google才知道 我要出這個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是有在研究的 哦 那你知道這幅畫叫什麼 珍珠耳環的少女哦 旅遊業應該會知道的吧 你又知道了是不是 不會是達利吧 達利是那個達利嗎 好啦不浪費大家時間 我直接猜了好不好 C 確定是C C啦 C C C是不是正確答案呢 老師對不起 我藝術史沒有好好選 雷諾瓦 這是印象派的啊 你不要這種語氣 好像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個答案一樣 對啊 想要批鬥我是不是 沒有我只是說 現在他刪掉了 C了 你就是ABD選一個 有想法嗎 有 達利 他是旅遊業 旅遊業 然後每一題都打錯 那我決定我還是相信我自己好了 達利 答案是不是 D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不相信哦 真的是唯一那一題他會 沒有人要相信他 那你怎麼會想猜達利 我就覺得他名字 聽起來很像啊 他聽起來是正確答案 對啊 你剛剛也不是這麼覺得嗎 既然兩個人都錯的話 我們就是 恭喜兩位 得到總獎金八千元 你們就是可以評分了 有夠高鐵票吧 夠了可以這樣子一直做一直做 台灣也可以繞一圈了 這個 這個真的 沒有關係 我看到你就夠了 謝謝 謝謝 衣服記得等下脫下來 等下就送給你 好 那我們就進入頒獎的環節啦 所有的題目都結束啦 今天的大贏家 就是晚妮跟黃大謙 耶 恭喜你們獲得獎金八千元 這是我第一次在一支節目上面 答對三題 不是要捐出來 等一下你們有拿通告費嗎 你們有 然後還要再跟我拿我的獎金 我最大方了 我的四千塊 直接評分給兩位參賽者好不好 這樣不錯 你有照顧到在旅遊業掙扎的Petty 大謙真是個好人 是個帥哥 好喔 那我們就 謝謝兩位參賽者 謝謝 以上就是本集的多理多知 沒有無用的知識 只有你不知道的事 感謝五感十足贊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沒有丟臉 第一名 你說你嗎 我說我們這一集 我們都是第一名 我要大推這一集 IG限動 TWIN就發爆 我之前在看那個參賽名單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應該是李柯太太的觀眾 最喜歡你 還有李柯太太的 但是我這次沒有得到什麼提示 我覺得有點 不是很高興 我提示 我提示的不夠清楚嗎 我就想你們要 讀我的唇 我覺得你 NO 你的嘴唇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答案是最難的 我其實第一題我真的差點答錯耶 到底怎麼樣才可以跟我急過 而且我以為玉米是蔬菜類 這個我也知道 欸我覺得那題很難 我一看就知道是D 我沒有猶豫 我說我知道 我說C啦 結果答案是B 我也蠻好奇觀眾 有沒有覺得那一題三色的都很難 他只有難吃 不難 Oh My God 彤彤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覺得我是不是在人家旁邊 都會有一陣陰風 大家會有點怕我 還有嗎 我好奇 很矮啊 誰給錢要去講誰的話 製作人一號其實是他 一開始的錢都是他付的 所以這製作人很好嗎 幸好後來找到乾爹了 謝謝乾爹提供我們今天的獎金 謝謝我沒有獎金 沒關係 旁邊有空捲水 我都拿兩瓶可以嗎 好謝謝 便當也可以拿 便當也有 十顆還有咖啡 拿了購物在這張專輯 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